大家好,我是新世界的顏世良老师 今天我们来学习清边日语教程第四册第五课的课文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课题是恩、義理 恩和義理这两个单词我们在上一讲词汇的时候讲过 一个是恩情、恩惠的意思 一个就是义理 那么我们在解释这个义理、情理 这个情分的时候也讲了 这个义理、義理和義務、义务这两个单词的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 日本人は一般に誰かに何かを捨てあげた、してもらったという感覚が強いようで 実際に何かをしてもらったその時にお礼を言うのはもちろん 一週間、二週間経った後でも改めてこの前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とお礼を言うことがよくあります 那么这一段看上去只有一个句号很长 在这里呢,首先我们以这个优点为一个界限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一部分到底是什么含义 所以他前面说了 日本人は一般に誰かに何かを 那句誰かに何かを 这两个か都是表示不确定的か 对吧 对某一个人做了什么什么事情的意思 那么誰かに何かを捨てあげた、してもらったという感覚が強いようで 所以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里的最后这个优点 大家知道这个优点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比框柱动词优点的一个中盾形式 那这里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对应到的优点的第三个含义 就是一种委婉的断定 或者委婉的一种推测的 日本人呢 一般来说好像是这样的情况 主要用的情况呢 就是 日本人呢 一般来说好像某一种感觉是很强烈的 主要用的那种感觉呢 誰かに何かを 捨てあげた、してもらった 那么大家注意了 首先 誰かに何かを 大家先把这个に和を呢 先给劝一下 因为这两个字字非常关键 当然 首先 何かを这个を呢 是编语 不管后面是 してあげた、してもらった 他都是他动词 死了的编语 就做了某件事情 但大家知道 在这里的这个引号当中的 してあげた和してもらった 正好是我们的初级学习的 售后动词的一个用法 对吧 而且它表示的是 两种不同人际关系 如果是てあげる的话呢 它是表示我 或者我一方的人 给别人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如果是 誰かに何かをしてあげた 就是我 或者我一方的人 为别人去做了某件事情 那如果是してもらった的话 大家知道 てもらった表示 我或者我一方的人 拜托别人 命令别人 要求别人 请求别人 帮我做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是 誰かに何かをしてもらった的话 就表示 我拜托别人 我让别人帮我 做了什么事情 那么日本人呢 一般来说 好像都处在这种 我替你做了什么事情 或者我拜托你替我 做了什么事情 这样就感觉很强烈的 这样一个状态下 好 这是前面一半部分 后面呢 実際に 何かをしてもらった その時に 我礼を言うのは もちろん 一週間 二週間 経った後 でも改めて この前は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と 我礼を言うことが よくあります 在这里的话 有一个 我们在上一讲 文法当中 学习的句型 叫做 何々はもちろん 这个形式 那么当然 我们可以回应一下 除了 わもちろん 这个形式之外 还有就是 わもとより 这个形式 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 接触的话 也如同 我们上一讲 就是主题的わ 所以他要求 前面跟的是 名詞 那么 在我们课文当中 我礼を言う 表示 感谢 这是一个 动词词度的情况下 要把它加上 形式体言的 の 变成名词之后 才能放在 わもとよん 对吧 所以 わもとよん 它表示 前向 就自主必说了 甚至连后向 也怎么怎么样 那么在上一讲 我们也讲过 わもとよん 后向 往往会跟上 类似于 も でも まで 或者 までも 这样的形式 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 他会发现 这里的 わもとよん 后面就 跟随了一个 でも 即使 就算 哪怕 でも 所以 什么 是 怎么必说的呢 実際に 何かをして もらった その時に 这个 这个 你表示 时间点 实在的 实际的 让别人 为我 做某件事情 的当下 在那个时候 俺を言うのは もちろん 在你让别人 帮你做某件事情 的这个 当下 你要表示 感谢 这是 自不必说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 甚至怎么样呢 一週間 二週間 たった と でも 是即使 即使 在过了一周 或者过了两周之后 改めて 改めて 这个副词 我们在之前 学习过 它表示 重新 再一次 又一次 过了一周 两周之后呢 你重新再一次 向别人 表示感谢 怎么感谢呢 この前は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と俺を 言うことが よくあります 过了一两周之后 你再向别人 表示感谢 这样的事情 是经常有的 那 下面 日本人は どんなに小さなことでも 人が自分のために してくれたことを 嬉しい ありがたいと思い いつまでも忘れないことが 大切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これを 恩と言います 那么首先看一下 前面一句话 它的主観呢 就是 日本人は 何々と思い 何々と思っています 对不对 是日本人的一种想法 日本人 他们普遍是这么想的 那么日本人是怎么想的呢 首先再看一下 どんなに小さなことでも 不管再怎么 小的事情 人が自分のために してくれたことを 大切に把 人が自分のために してくれた 可以括弱を括弱起来 一つの形 後面のこと このこと 当然是表示 事情 那怎样的事情呢 就是 别人 他为了我 去做的一件事情 对吧 这个ために 当然是 显然表示 目的的含义了 别人 为了我 做的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呢 我 这个我 是冰雨 哪个字的冰雨呢 其实就是 思う 变为 想的冰雨 对吧 我是怎么想这件事情呢 我是怎么去想别人帮我 做了某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是吧 他想做 嬉しい ありがとう 把别人帮我 做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 认为是非常开心 非常难能可贵 应该感激的 然后呢 いつまでも 忘れない 同样可以括弱起来 然后一个 镜头讲 后面的こと 什么事情啊 いつまでも 就是永远的意思 我们在词汇讲过 就不管到什么时候 永远都忘れない 都不忘记 这个事情呢 是大切的 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人是这么认为的 これを 恩と言います 而我们就把 这个事情 称为 恩 恩惠 那 下面 そして 自分が受けた恩の程度によっては 恩返しが必要で 何か物を送ったり 相手が困っているときに 助けたりします 那 这里首先 有个剧情 我们在 之前的课文当中学习过 叫做 によって によって 就表示 根句 依据 或者叫做 事情 况而定 都可以去理解 对吧 所以这里呢 就是先把 自分が受けた 用个小句号 过起来 然后呢 一个箭头 只要后面的恩 所以这里的 自分が受けた 是作为后面这个恩的 一个小定语 怎样的恩惠呢 自己所受到的恩惠 然后呢 自分が受けた恩の程度によっては 我要根据 我要根据 自己所受到的恩惠的程度 到底我是受到了别人的大恩 还是小恩 根据这个程度呢 来干嘛 来 恩返しが必要で 来报恩 根据恩的程度来报恩 是必要的 对吧 而这人的 對方困擾、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你要助けたり、去幫助別人。這樣去報恩嘛。 それを恩返しと言います。 那我們就會把這樣的一種送東西、去幫助別人、成為報恩。 お世話になった人にお礼やお返しをしないと、恩知らずと批判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 所以首先這裡大家可以把お世話になった所謂一個定語就是後面的人。 大家知道,お世話になる。世話になる是承門別人的關照。 所以怎樣的人叫做お世話になった人,也就是我承門了他的關照。 所以お世話になった人,我承門他的關照,或者他一直關照我,一直幫助我的人。 這樣的人呢,你,是對象。 對於這樣的我的恩人呢,俺を返しをしないと。 我不表示感謝。我不進行報恩的話呢。 那麼,恩知らずと批判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 就會變成一件怎樣的事情啊? 就會變成一件被批判為不知報恩。 忘恩負義。被批判為忘恩負義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下面。 例子。 例子。 他舉了兩個例子啊。 首先,第二個例子呢。 早く自立して今まで育ててくれた両親に恩返しがしたい。 那麼這句話比較簡單對吧。 我想,早一點自立。 然後呢,今まで育ててくれた人後面両親的一個小定語。 怎樣的父母啊? 至今為止,一直在扶養我的父母。 那,你是對象。 我想對這樣的父母怎麼樣呢? 恩返ししたい。 要報恩。 這是第一。 第二呢。 お世話になった人を裏切るなんてなんて恩知らずなやつだ。 這裡首先有幾個詞。 一個是裏切り。 我們在詞彙部分可以講過。 它是背叛的意思。 對吧? 然後呢,恩知らず。 我們在前面一段也出現過。 就是不知報恩的。 對吧? 然後呢,忘恩負義的意思。 那麼當然, 我們在講詞彙時候也講過。 恩知らず。 我們現在很多情況下把它當作一個な形式來使用。 所以大家會發現, 它這個用的是恩知らずなやつ。 那麼,やつ我們當然在詞彙部分也講過。 它是人的, 一個比較隨便的粗俗的, 甚至帶有一點鄙視的, 這樣語氣的一個用法。 對吧? 所以,首先, 這個なんて表示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們在之前學過。 它就是跟在各種句的小句。 簡體中止形的後面。 那種語氣,對吧? 那種語氣,對吧? 竟然背叛了照顧你的人。 なんて恩知らずな人だ。 這裡的,又有個なんて。 但这两个nante的不一样 前面这个nante我刚刚说是表示一种 不爽 愤怒 惊讶的语气 但这个nante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nanto iyu的用法 而nanto iyu呢 它实际上和我们说的父子的nanto呢 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什么意思呢 当时我们在学父子nanto的时候我们讲过 nanto它有两种这个叫做语气 一个是表示感叹的 多么的怎么怎么 一个是表示竟然的 对吧 一种惊讶的语气 那么在这里呢 nanto iyu它同样可以表示感叹的 它也可以表示多么的怎么怎么 这样的感叹语气 但是nanto和nanto iyu最大区别在哪里呢 在于nanto我们是把它当作父子来使用 那么大家知道父子的话 它是用来修饰形容词或动词的对吧 而nanto iyu呢 实际上它往往是把它当作一个 类似于连体词的用法来使用 换句话说 nanto iyu后面它必须加上名字 所以这里呢 它后面加的是onhi nanto iyu 云许的亚子 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这样的一个名字词团 所以所谓的 nante onhi 云许的亚子 也就是 nanto iyu onhi 云许的亚子 世间や大人関係の中で当然すべきだと思われている事柄を giri と iyu その人に対して giri があるとか onhi があると nanto iいます 一样是用来不完全列举动作的 nanto iyu 云许的亚子 nanto iyu 云许的亚子 表示大家都这么认为 对吧 大家都认为怎么样呢 touzen su beki da 当然理所当然应该要去做的 这样的事情 换句话说就是公认的 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呢 这样的事情呢 giri と iyu 被称为 niri 情分 その人に対して giri があるとか onhi があると iいます 这个簡単用来表示不完全的列举 那么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呢 说 その人に対して 我对那个人 我对那个人怎么样啊 giri があるとか onhi があると iいます 我对他是有一些 情分 有意理在 或者有一些恩义在 那么接下来就解决个问题 就这个youni 到底表示什么含义 因为解决这个youni的含义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 前面和后面分别翻的两句话 给连接在一起了 对吧 那么很多同学可能看出来了啊 这里的youni 它实际上还是 比框珠动词youni的一个 引生的用法 对吧 youni 比喻 举例 委婉断定 这里呢 是表示举例的 就好像是前面那种情况一样 所以 用youni 举例这个含义 把前后两句话连起来的话就是 就好像 我们会认为 在得到别人的帮助 受到别人恩惠的时候 必须对那个人进行报恩那样 我们同样有一种情况什么呢 就是 在整个人际 事件的人际关系当中 有些公认的 应该做的事情呢 我们把这样事情称为义理 然后呢 我们经常也会说 对那个人 我有义理 或者有恩义所在 好 下面一段 0 3 あの人には 義理があるので 頼みを断れない あの人には 这个意思表示对象了 对吧 我对那个人呢 是有义理 是有勤奋在的 所以 他的拜托呢 断れない 是断る的 可能 他的否定 我没有办法 去拒绝 他的委托 0 4 康派の吉田君は とても ギリカタクテ 旅行に行くと 必ず お土産を買ってきてくれる ギリガタイ 我们这个词 在 词汇所讲过 就是 非常的 礼儀正しくて 非常的 有礼貌的 一种状态 对吧 所以 后辈的 吉田君啊 他非常有礼貌 他很懂得 意理的 所以呢 每次去旅行呢 他都会给我们 买礼物的 好 看到下面 这句话呢 看上去也很长 但是我们也是 一点一点的 来抓他的 整个的重点部分 所以 首先呢 大家会发现 这句话 最重点 从后面开始看 就是 有某一种人 这种人怎么样呢 ギリガタイと 褒められます 褒められます 是褒める的 被动态 所以这种人呢 被表扬为 非常懂得意理 很懂道理 怎样的人 被表扬为 很懂意理呢 也就是 加上动词的话 是表示 很好的 去完成这个动作 对吧 所以 很好地去做某件事情的人 很好去做某个动作的人呢 这样的人 一般来说 会被表扬为 很懂得意理啊 那么 做什么事情的人 会被表扬呢 大家看一下 就是 什么事 什么事 能够好好地做到 这件事情 或者呢 这件事情的人 他们就会被称为 很懂得意理的 那么 怎样的事情呢 他说了 一个是 什么事情啊 你要对对方 从对方那边收到的恩惠啊 你要进行回报这件事情 这是一件 还有呢 在那个公司当中 作为一种习惯 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一个是报恩 一个是习惯应该做的事情 这两件事情啊 你都能够很好做到人呢 就会被大家表扬为一种习惯应该 然后 他前面有举个例子 什么叫做报恩 或者做一习惯事情 很好完成呢 他用了这个 例えば 何々 这个形式呢 举个例子啊 他说 例えば 旅行に行ったときに 比如说 再去旅行的时候 然后呢 日頃お世話になっている人に 那么这里的日頃お世話になっている 就是后面人的一个电语 对吧 自由的人呢 日頃这个词 我们在讲词汇水讲过 它就是普段的意思 平时的含义 在平时沉闷他关照的人 在平时非常关照你的人 对这样的人呢 你要 买来礼物之后呢 来表达你的感谢知情 类似于这样的例子的 我们要报恩 要很好地完成一些习惯性的工作 这样的人呢 就可以被表扬为 非常懂得意义 好 下面 逆に そうでない場合は 利益を知らないと思われます 最后这个 同样是被动态 大家都认为 那么 逆に这副字表示 反而相反 对吧 相反 そうでない場合は 在不是这样的情况下 而不是你那么 会报恩 那么会完成习惯性的动作的话呢 你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会被大家认为 你不懂的礼儀 不懂礼貌 好 下面 切りの感覚が それほど 日本社会において大切なものなのです それほど 这里的ほど 虽然表示 程度的 而それほど 这个副字 我们之前也出现过 相当于 そんなに 如此 那般的 所以 如此那般的 这种 意理的感觉啊 日本社会において において 这个剧情 我们在之前 也学习过 他在这里 就相当于表示 范围的 でで用法 对吧 所以 限定在 日本社会 这个范围当中 意理的感觉呢 是如此那般的 在日本社会 这个范围当中啊 是 大切なものなどです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东西 那 六 礼を 忙しさのあまり お世話になった人に ずっと連絡ができずに 義理を書いている 这里还有一个剧情 我们在 上次一讲也讲过啊 就是 来いないのあまり 这个形式 对吧 它表示 由于太过于前向 前向程度太高了 所以导致 后面 这个结果了 所以 忙しさのあまり 由于太忙了 而导致 怎样的结果呢 导致 お世話になった人に ずっと連絡ができずに 自你等于ないで 对吧 而导致 一直没能够去和 曾经 关照过我的人 所以 这句话主概呢 就是 何々事を 描くと言います 我们 把某一件事情 称为 缺少 意理 不懂 意理 我们把什么事情 称为缺少 意理呢 何々をしないこと 不做某些事情 称为缺少 意理 不做什么事情呢 它这里 具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 当然すべきつきあい つきあい表示 一种交往 一种交际 对不对 那怎样的交往交际呢 当然すべきつきあい 这就是 理所当然 我必须应该要去做的 这样的人际交往 或者呢 世界の約束を どうなど 或者整个世间 约定好的事情 就是大家都作为习惯 应该要去遵守这个事情 你不做 如果你不做的话呢 那么 这样的事情 就被称为了 缺乏意义 好 好 下面 日本人は 格好相材を とても大切にしますが そのとき 数感状すべきことに ときに注意し 技量書くことないように します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以这个 が 为界 看一下 当然首先要提醒 大家各位同意一下 就是 这里的が呢 它的确就是我们说 从转折的 虽然 但是 这个含义的が 演变过来的 只不过呢 在这里呢 大家会发现 它没有太大的 转折的含义 它这里实际上是一个 瞬间的一个 微弯语气的用法 对吧 所以前面呢 就是 日本人は 格好相材を とても大切にします 何を大切にする 表示 珍惜 重视的意思 所以 日本人 非常重视 红白 形式 那字话 怎么讲呢 他说了 その時 習慣状 すべきことに 特に注意する 那么 这里的 に 是和后面的 注意する 搭配在一起使用 奶奶に注意する 就相当于了 奶奶に 気を付ける用法 也就是 英语中 Be careful 的意思 小心 留意 注意 当心 的意思 对吧 所以 特别要注意什么呢 特别要注意 在 その時 在那种时候 什么时候呢 就是 観光操作の時 就是在 红白洗事 红白洗事 的时候 在红白洗事 的时候呢 在习惯上 在习惯方面 すべきこと 应该要做的 事情呢 是特别注意的 然后呢 ギリを書くことの 内容にします ことの内容 这个剧情 我们在上一节 讲过 也就是 为了避免发生 前面这个情况 为了不做 前面这个动作 而努力的意思 对吧 所以为了避免 发生 这个缺乏意义 这个情况 在努力 下面 例えば 太有举例了 比如说 お世話になった人が 亡くなったら 何を言っても お世話を葬式に 散立する 比如说 有人去世了 谁呢 お世話になった人が 亡くなったら 如果 关照过你的人 他去世了的话呢 何を言っても 何を言っても 这个句子 这个词组呢 我们在讲词汇 讲过 也就是 放下一切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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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万能去做某件事情 对吧 不管怎么样 放下一切事情呢 你都要 你都要去参加 参加他的首领 或者参加 他的葬礼 还有 结婚や出産などの 在这里 在这里还有一个 といった 这个形式 那么我们在上一讲 讲文法 是讲过 といった 说白了 就和 といった 是一样的 也都是 表示 这个叫做 后面这个名字的具体 名称或内容 所以 这里你要把 といった 跟といった 完全是可以的 那么 什么事情 是很重要呢 也就是 できるだけ 你要尽量的 早く お祝いの すなを 切ると いったこと 对吧 你要尽量 早的 把这个 庆贺的一些 东西 给送过去 这个 事情是非常 重要的 那下面 日本の結婚式は 御祝儀が高額なことで 有名ですが 結婚する人が 最も多い 30歳前後には 友人や同僚の 結婚式に 続けて参列して 御祝儀民謀となる人が 多いようです 在这里 首先 我们可以还是 以这个 价位例 来看一下 前后两句话 首先 日本の結婚式は 日本的 结婚典礼 怎么样呢 主管是 有名です 非常有名 非常出名 日本的 结婚典礼 是非常出名的 那么 日本的 结婚典礼 它为什么 会非常出名呢 这里的 格住词 で 使用来表示 原因理由的 因为某件事情 导致日本的 结婚典礼 很有名 就是 ご主人が 高額なことで 就是 他们的 礼金 红包 是非常 高额的 你参加 人家的 婚礼 送出 高额 高价的 红包 才行 然后呢 結婚する人が 最多 这部分 大家可以 括号括子来 然后一个 这样子 在后面的 三十歳前後 三十岁前后 怎样的 三十岁前后呢 也就是 结婚人 最多的 三十岁前后 对吧 就是你三十岁前后 的时候 你发现周围朋友 很多人都结婚 你把这个 你表示 时间点 在这个 三十岁前后呢 那么 你不断地去参加 朋友 或者 同事的 结婚典礼之后呢 成为 红包 或者说 礼金 贫困人士 对吧 因为 钱都用在 送礼金上面了 到来 自己很穷 这样的人呢 最后 同样表示 维稳的断定 好像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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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 因为礼金都变穷了 还是怎么样呢 招待されたら 如果 被邀请 被招待的话呢 那么 他说 無理をしてでも 断らずに 出席します 这里还有一个句型是 てでも 我们在 上一节 讲过 他用来表示一种 不择手段的 这个礼金 如果 被招待的话 被邀请的话呢 即便 我 多少 有些去 勉强 即便有些去 勉强 对吧 我比如说 本来一个月的生活 费也就 必须十万元了 可是我现在 就算拿出了九万元 去做这个 御守儀 即便有点 勉强吧 我也会 断らずに 不拒绝地 出席します 自重心 下面 このようなところにも 日本社会の ギリの意識が 色濃く 現れています 那么在这里 大句了 主観是 日本社会の ギリの意識が 現れています 日本社会的 意理的 这个意识呢 被表达出来了 表现出来了 那么怎么表达出来呢 色濃く 对吧 我们学过 色濃い 这个词会叫做 非常显眼 非常显著的 被表达出来了 表达在什么方面呢 に 在这里表示 着落点 所以 このようなところにも 在这样的地方呢 也表现出来了 日本社会 意理的 意识 这样的含义 好 那么第五课的课文呢 到这里就全部 讲解完成了 下一讲 我们开始学习 第五课的绘画